大家理论的是像性的部分 我们一看 当把幼苗平行的放 看到根像地生长 这叫做像地性 是像性没有错 所以A是对的 像地 牙跟金是背地性 那么B选项 金像光的一侧 生长数含量多吗 刚好相反吧 照光的那一侧比较少 背光的那一侧比较多 所以背光面长得快 才让你的幼苗 往光的地方弯过去 所以应该是背光侧的 向光数多 所以B不对了 根的像地力 造成向下侧的生长数 浓度少吗 不 刚好相反 向下侧的生长数浓度多 但是对根是抑制 这么高的浓度 对根是抑制 对面是正常生长 所以改成 向下侧的生长数浓度高 但是却造成抑制 而让它生长变慢 所以C错了 我们都透过重力的侦测 靠近地心引力那一侧的 生长数比较高 不论是背地还是向地 好 诸权像 因为地心引力的刺激 使得向地一侧的上数浓度高 使得筋肺地生长 因为这边浓度高长得快 对面长得普通 就往上翘 所以猪是对的 所以同样的高浓度 对于筋跟牙是促进 对于根却是抑制 这边是促进 这边是抑制 好 所以猪是对的 好 那接下来讲的是卷须 就是所谓的像触性 那像触性 是不是接触面的细胞长得快 刚好相反 是背触面 生长数浓度高 长得快 所以不是像触面 应该是背触面 触觉刺激的另外一面 叫背触面 细胞长得快 所以一写错了 最单就A与珠 这里都在考像性 这边是用户区 最后的一写的 里面